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马克还表示 中俄已经成为了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正是中俄两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美国陆军波段改革 达到能打赢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的目的 美国其实本来就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其陆军也是世界排名第一位的 也就是说美国本来就能打赢世界上任何一场战争 而这次美国陆军部长的表态说明了美国将要继续扩大 其在军事实力上和潜在对手之间存在的优势 取得绝对领先的地位 就拿当前来讲 美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第三代坦克部队 同时步兵的信息化水平极高 非常重视单兵装备的配发 并且美军大多是步兵都是机械化步兵 具有很强的机动性和火力 由于美国陆军还非常重视空地协调战术 还专门为其组建的空中突击部队 这支部队装备了大量的通用运输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 可以随时使用运输直升机 打在作战人员实施快速突进 并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 对地面敌方火力点进行压制 这样的作战思维在全世界都是十分前卫的 并且空中突击部队在实战中取得了丰硕的战果 成功证明了其存在的价值 而中俄两国的陆军中 大多是都是纯步兵单位 美军中常见的机械化步兵 放在中俄等国的陆军中 肯定能算得上精锐了 并且坦克只有很少一部分比例是第三代坦克 大多是都是上世纪老旧落后的第二代坦克 根本无法和美军庞大的第三代坦克群相匹敌 同时目前中俄两国主要的军事建设对象 都是空军和海军 淡化了陆军作战单位单位的建设 按照这样的规律发展下去 未来就算中俄两国的陆军联手也不一定是美国陆军的对手 近年来 中国一直在大力发展空军和海军 对陆军的发展的确存在了懈怠的现象 这是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虽然中国陆军目前仍然作为世界上顶尖陆军之一 但面对美国陆军的高速发展是不得不防的 毕竟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 中国人民是最有发言权的